为了让民众可以更方便做快筛 新北市府在板桥江翠成立了大型快筛站 区长侯友宜也特别前往视察 他感谢民众配合动线 现场的秩序良好 这个大型的快筛站 最高的量可以筛到3600 那今天先有一约了600人 市长早上特别过去看了一下 秩序非常的良好 因为事先有关排好的动线 以及所有民众的配合 所以秩序非常良好 市府希望以小区域的方式阻断疫情的散播 因此除了日前公布了重乐理之外 也在大型的快筛站设置了停车场 希望服务所有重乐理的民众 所以像今天我去看了 板桥江崔的快筛站 为什么我提供可以停车 可以骑摩托车 到了这个地方来快筛 也就方便重乐理附近的 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甚至其他的地方的重乐理的市民朋友们 可以到这个广筛站来做快筛 所以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广筛站 来为新北市市民来服务 不是只有服务板桥的重乐理 是服务前新北市 你想开车来 或是你想就近到32个筛检站去筛检 都可以 由于有四成感染源是来自家人 因此侯友宜也再次呼吁 不要探亲 不要拜访朋友 不要参序跟聚会 希望低度再低度的活动 可以避免跨家庭感染 G9房间凯琳景云新北市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